五六個外國人聚在一塊 整個北傑車廂都是他們的聲音 除了影響到其他旅客 還擋住走道 手上更拿著啤酒 違規飲食 其他乘客看不下去 拿出手機拍 但是 看到有人在拍 不在乎 微笑揮揮手 讓其他人直呼 是在挑釁 甚至到最後 旁邊的外國人也看不下去 氣到匕首畫腳想制止 卻爆發言語衝突 外國人就離開那個車廂 就是不跟他們繼續 就是對峙這樣 然後結果他們還是 持續在大聲的喧嘩 然後跟在捷運車廂內 我講完之後 他們也沒有前往 就是前去到那邊 跟他們說這個事情 事發在4月28號 紅線末班車上 北傑當天晚間7點多 也有接貨通報 除了影響行為 能根據大捷法 開罰1500元到7500塊之外 其他民眾認為 這恐怕只是少數個案 畢竟針對外界旅客 每身份證還是能開罰 從104年到113年3月 已經開罰500件 都是以當場繳納罰環為主 在捷運上 運動狀況 當然不想跟當事人騎窗突 其實在每個車門旁邊 都有所謂的對講機 可以來通報 另外也可以透過客服電話 或者是北傑的APP 來請人員進行協助 三大管道通報 講清楚是 油根所在位置 下一站就會有人員 向車處理 北傑也提醒通報 得要及時 方便人員立刻處理 以免乘客的脫序行為 影響他人 體育新聞晾男家庭 台北從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